我分別問特首和處長的 首先特首想問一下 其實在文明社會裏面 昨晚在元朗發生的事可以被定性為恐襲的 你過往立法會所謂受衝擊的時候 你凌晨四點都可以出來見市民 昨晚整晚你去了哪裡呢 另外就是你不斷說 暴力會更加激發暴力 昨晚是不是就是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鳳 要兌現你這句說話呢 處長,你說到人手問題 但是你剛才沒有具體說過人手的分配是怎樣 你們的情報去了哪裡呢 事先的一些案件你都懂得事先去公佈的時候 而我們市民都已經感覺到 晚上會發生這一宗事件的時候 你們的情報是不是失誤呢 昨晚 若果你可以一瞬間就定性一宗暴動的時候 昨晚其實你又去了哪裡呢 還有我要求處長 你們消失了很久了 麻煩可不可以再另外立一個記者會 向記者詳細交代 麻煩你放心 我已經回答了你的提問了 多謝 好 我不同 我 我 我 多謝大家 好 我 我 請答了 我說我們一定是不會容忍任何的暴力 我們不用忍的暴力當然不會是等於我們自己去 去學你所說的 是將執法的人員和施暴的人員去擺在一起 好好好 平常的日子就算我們是有 三萬多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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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煩你交代的比例 沒想說的 一千萬多人 不要說 我今天才能付氣 你今天是不是 approve的 有一千萬多人